记者杨新城台南报道,台南市麻豆区,家里区模范母亲经表扬,每人获得公所,市议员和农会,礼长颁赠的辩额共五面,堪称全市最多面,表扬由车里模范母亲陈李蕊时,虽然有六位家属未能来参加的,但家人带助人头照片参加,代表未缺席,象征全家人在一起, 获得全场掌声区长孔静瑶表扬麻豆模范母亲有苏黄美娥,陈李玉,陈月霞,王李陶,林林芒,谢王款,王黄恨,林芳月真,郭陈美,张良秀兰,陈李蕊,李郭素额,王芳契,张陈绵,林魏金英,张陈淑香,王洪阿玉,方张淡,林淑慧,廖女,陈王湘,庄瑞兰, 李无金兰,陈宝竹,林李复金,黄锦雀,郭无茶,陈素美,吴立军,自强妈妈张雪林及慈心妈妈苏黄美娥即31人 西竹苏黄美娥代表麻豆获选台男士慈心妈妈,63岁的慈心妈妈苏黄美娥因隔代教养三名孙子获奖,先生,女儿和三位孙子陪同出席领奖 孔庄瑶说,透过表扬模范母亲,推崇母爱,希望为人子女者要及时行效 家里区长叶志明表扬家里模范母亲有陈提灵,叶陈陛霞,杨黄金杰,黄王孟兰,杨黄淑玲,严启娟,陈秋茗玉,陈秋茗玉,陈青香,王林松枝,陈杨美妙,许舒芬,林赖秀妍,陈周金婉,陈素云,苏王立鹏,朱秀伟, 苏张秀琴,许希荣,王美月,林李金盆,许蔡禅娟,游陈景菊,黄周美丽,黄秋秀睿等26位 其中陈提灵获选台南是慈心妈妈